經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今天訪問台中惠民盲校 也和台中市長胡志強會面 場外聚集抗議跟支持的群眾場面混亂 原定下午要前往彰化陸港天后宮 但傳出群眾流血衝突事件 行程臨時取消 提早抵達桃園機場 在傍晚六點二十五分 搭乘原定班機離開台灣 在歡迎和抗議夾雜聲中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車隊 來到台中惠民盲校 不過人群中又衝出了公投盟成員 好幾波嘗試衝撞都被警方攔下 而張志軍已經進到校園 和台中市長胡志強會面 雙方握手好幾回 胡志強當起東道主 送了好幾樣台中的農產當伴手禮 張志軍隨即在教堂聽盲聲表演 會後開心看同學握手 同學的天真讓張志軍笑開了 盲聲笑問課從何處來 化解了不少緊張氣氛 而張志軍身段放軟 中午和盲聲吃午飯 造訪台灣幾天下來 張志軍說實現了兩岸部門負責人第二次會面 也做了城市交流 張志軍說願意敞開心胸 化解兩岸存在的差異 儘管兩岸關係 近一段時間來遇到一些問題 出現了一些情況 但是各界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所做的所取得的成果 是有廣泛的共識 以親情和智慧 前一天高雄發生波七攻擊事件 上午張志軍的行程臨時取消兩個 也捨高鐵改開車直去北上 就是為了要避免危安的問題擴大 而整個參訪行程 危安人員緊盯 還在張志軍的身邊組成人牆 就是要避免攻擊事件再發生 而原定下午準備前往彰化天后宮 綠營的人士和抗議團體 也已經準備好賭人 張志軍原定要送給天后宮 一尊七七媽祖 卻因為群眾和工作人員起了流血衝突 擔心危安問題再度發生 張志軍臨時取消出席 改由國台辦交流局長陳金中代表 張志軍則是北上桃園機場 預定搭乘晚間的班機返回大陸 也為台灣之行畫下句點 藉由林先生 彭煥群賴士傑 台中 彰化報導